我是 Hong 我本身是做车的生意 做车的 Aircon, Audio 和 Tinted 我介绍我这个生意差不多整六年了 这是我们不经的生意 我们整二十多年 二十七年的生意了 所以我就在六年前开始接手做这个车的生意了 做做做做做了 然后现在延伸到做住家 Tinted 接触到 Shrine Window Film 是我在去年 应该差不多年尾了 十月的时候我就去 MR 的商企学院 我们去做训练 去上这个企业课程 刚好 Sam 就坐在我隔壁 我们聊天就认识到了 我去看他的网站 Shrine Window Film 这个公司的 profile就蛮做的不错的 他的 profile 然后他有去建议他的公司 如果了解的时候我才知道 噢 原来 Shrine 的 Tinted 是 原来他的厂家是在印度 或者是美国科技 原来有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才更深一层的去了解到住家的 Tinted 因为原本是坐车的 所以当我接触到的时候 才了解到原来 Tinted 还有这么多深层的东西 所以我就认识到 Sam 就跟他聊天 慢慢的就开始跟他打交道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只是做车的生意 做车的 Tinted 我在两年前刚好在疫情的时候 开的这个车 Tinted 店 也是那时候很辛苦啦 在 MCO 的时候 做了一阵子我觉得 Tinted 呢 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的 因为 Tinted 是已经成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上的必需品 它不是奢侈品 它是必需的 因为这个我们天气越来越热嘛 玻璃它只是几个MM的工业品啊 它不是像我们的墙啊 不像我们的铁这么厚 卧鱼呢 太阳晒进来说它穿透很快嘛 因为它很薄 然后它又透光 所以如果我们住家没有 Tinted 的话 真的是不行 在住家呢 更加需要做 Tinted 因为 因为我们在家是生活嘛 生活 每个人的家 那个家一住就是三五年 十年 二十年在那边 不会搬的 那时候认识 Sam 我们在聊天 他不会说很巴逼咯 问什么还答什么 而且会讲到很多 讲这些很多的行业知识 行业的这些窍门 这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分享的东西 因为有人是觉得 我跟你讲的就没有秘密了 商业机密 对 这个是商业机密吧 我们做生意的话 本来就是生意是各个做各的 因为每个人的市场 每个人的做法 每个人的做法 都不一样 讲的就是 大家说做一个Share 可能我遇到的东西 跟你遇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我深度了解它之后 它很直接咯 你问什么它会直接回答 而且它会给我们很大的辅助 有什么东西我做不到 我找它 很多人会跟我讲 因为我真的 在选择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考虑了很多点的因素 因为这个行业不是我本身 已经在做这个行业 因为我坐车已经整十多年了 虽然我今年还不到三十岁 我从小就开始接触车 所以我在车行业做了很久 所以我很了解车的东西 在于住家的玻璃 我也重新了解到 玻璃的不一样 甚至是防暴 不防暴 有的防暴是 四个MM 六个MM 都不一样的做法 你会有什么样的做法 你会有什么样的做法 我曾经在跟Sam 讲电话的时候 我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我说Sam 当初就是因为我认识到了你 你害到我今天这么忙 因为真的 我会有他讲 哇 很忙耶 放弃了就没有 因为我在做出这个决定 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是已经三十了很久 我也想了很久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生意 我要把这个生意做到怎样 我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我 一旦选择了 我就不会去做出放弃 因为这个是我们要三十的 做生意本来就是一条 没有尽头的路来的 我们要去到准了 去到晚 因为生意有很多 很多的层面 还有很深 还有很长远的路可以去做 还有很广 所以我觉得 没有想到放弃了 我一直在找方法 要怎么样去做的更好 而不是去找借口 我想要放弃了 因为我要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会做到很好 我做车生意六年了 我在MCO 前 三年前 我也是曾经想过放弃了 我不要做了 我要放弃了 可是我在想 当初为什么我要做 当初为什么我选择做 过后真的是 转念 转念过后就 找回当初的初心 为什么我们要怎样开始走 因为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 我们只有找出最初的心 才可以走最长远的路 因为创业真的是没有尽头的路 所以我们就一直地坚持 做下去 一直不停地在增加 然后 我们给出不一样的资料 我们知道市场上 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这些行规 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这些做法 我们都一直地在去 我们在去拿捏 我只有坐车的经验 可是在住家 Tinted 这一块 确实是还没有在这个行业里面很长时间 也是从去年到现在 开始接触 我们在算 那个Tinted 的使用量的时候 因为车的只是一个 镜子一个镜子一个镜子算 我们做建筑的时候 它是整个大小小算的 我曾经算少货 也是曾经算错过 然后货才知道 原来是要这样算这样算 现在给我们的辅助就是 包括我们怎样去计算 我们要针对性地 来到这个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数据 都有做出不一样的计算法 它会一直地在后面 返回我 因为我一下子也没有办法 吸收太多 就边做边学 阿Sam 和 Christy 那边一直在 给我 辅助 一直在后面返回我 从我一开始接触 阿Sam 和 Christy 到我加盟 到现在已经进入的 一个开始经营的期间 阿Sam 和 Christy 确实是 做出了很多 付出很多的 在我背后的返回 包括 Christy 甚至是 是准备的 这个是从来没有做过的 他们一到的顾客 都是已经在做着这个行业 然后他们提供供应用 只有我一个应该是最特别的 我一直在问东西 问到我 甚至是之前的时候 我去到阿Sam 的 office 我去到阿Sam 的 HQ 的时候 问到我 阿Sam 讲我从来没有 给人家问过这样多问题的 只有你问过最多问题 罢了 甚至到现在 我还是一直在问他 因为我有问题我就问 做不到我就问 有时候半夜我想到东西我就问他 他们还是在后面的 一直在返回我 回答我问题 辅助我 从来没有敷衍过 哎呀 算了啦 能做就做 不做就不要理他 没有没有 可是他一直在 有时候真的是阿Sam 在忙的话 他甚至叫他助理来帮我 所以这个事要非常感谢 阿Sam 跟 Chrissy 他们公司背后的这些团队 一直在返回 接下来我希望通过这个视频 可以让更加多的朋友 想要连住家庭的 我愿意提供你们所有的意见 跟免费的车辆 然后我们再给出一个报价 只要你想做住家庭 或者是 office 或者是 privacy firm 还是要隔热的 隔热膜 我们都可以提供你 最专业的意见 因为我相信 我可以把最好的产品 带给所有的消费者 我们的店呢 是在全SB 第一家 也是我相信 我去找很久 也是唯一一家 住家隔热膜的 showroom 而且只专做住家隔热膜而已 我们提供 sample 甚至是体验 让顾客在身上 可以体验到 tinted隔热的程度 和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超过40种 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设立了 这个专门店 一个 showroom 让顾客去体验 真的 你要链tinted 你一定要链最好的 而且是适合你的 想要了解更加多 关于住家tinted的朋友们 请点击以下连接 别联系我 阿红 我将最快的时间 马上联系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